澳门最近举行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由于只有一位候选人 澳门中审法院前院长陈浩辉获得参选资格 选举结果早成定局 选举委员会共400位委员 有398人出席并投票 陈浩辉最后以394票当选 其余4票是空白票 62岁的陈浩辉是首位不在澳门本土出身长大的特首 他在广东出身长大 大学念北京大学法律系 24岁才移居澳门 从事司法和检查工作 澳门回归中国后成为终审法院院长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陈浩辉浓厚的中国背景 让他早在澳门主权移交前 就被澳门社会视为是北京意图栽培成治理澳门班子的成员 陈浩辉当选后强调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最高原则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北京实现了惊人志傲 澳门民众多半冷眼旁观 对政治冷感 毕竟澳门特首选举本就是小圈子选举 一般民众没有投票权 而且政府近年积极执行国安法 更令澳门民众不愿意谈政治 只期盼新特首能多拼点经济 中央社综合报导